记者郑舒婷桃源报道 龟山警分局今早举办龟山暂警 青春陪伴颜西营 带领约60位高中、国中、小学生到警局体验一日警察 在侦察队刑警解说警察机关软硬体设备 竟用装备、留置事后 实际体验CSI形式见识专家采集指纹 显现指纹技术 其中 二名就读林口高中、高一升高二的陈姓女学生说 对警察工作十分憧憬 看到龟山暂警脸书讯息就报名参加 未来还打算报考警察专科学校圆梦 警方听闻特别送两人一套警专参考书 希望他们可以金榜提名成为学妹 为了让学生能以轻松的方式体验一日警察 平常严肃的刑警化身导览员 详细介绍警用巡逻车、值班台功能、指纹室、侦讯室、居留所等相关警勤设施 许多学生是第一次踏进警察机关 直呼新鲜又特别 还带点紧张 尤其参观居留所时不断提问里面有厕所吗 什么人会关在这里 睡觉有冷气吗 洗澡会不会被看到 警方也直接让学生进入参观 了解自由空气的可贵 当穿上防弹背心、盾牌、头盔将近二十多公斤的配备 学生不断喊住太重了 要怎么跑步、抓坏人 另一方面还得要有细心、耐心跟胆子 才能从刑案现场的蛛丝马迹中找寻记证 带到凶手 当个警察真的很辛苦 警方也把握机会向学生宣导新兴毒品 像是可能伪装在果冻、软糖、饼钱、奶茶包、咖啡、邮票中 如果毫无防备很可能就五十 龟山分局长林静宏表示 青春专案期间举办筵席营活动 希望让青少年多参加健康的修签活动 也能提升法律知识等基本概念